第1382章 谁说叶家无人 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 一身蔚蓝色长裙镶着银鞭儿 一张精致清秀的脸庞 眉弯嘴小 长发披肩 也是极美 所有人正住了 这少女是谁 怎么如此恐怖 于雅双要论实力之强 虽然不能说是冠绝全场 但是也可以说得上是佼佼者了 居然连这少女的一巴掌都挡不住 可想而知 他们心中的震撼 简直无与伦比 偌大的场地之中 数以千计的高手 但是在这一刻 却如同死一般的寂静 无人说话 这一切都太突然了 这个少女太强横了 而于雅双自己也愣住了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子甩她巴掌 这比将她重创还要可恶 她是丽雅 随着一个人一口 道出了这少女的身份 几乎所有人都一下子正住了 没有想到 居然来人是乾隆榜排名前十的丽雅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个看起来有几分销售的少女 竟然会是丽雅 是她 难怪竟然这么厉害 有人喃喃自语说道 虽然说同样都是天人镜 但是明显乾隆榜前十名和后面的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存在 这传言得到了印证 丽雅一出手 就微震八方 将所有人都震住 让人众人有些奇怪的是 丽雅说的大哥哥是谁 现在在看夜虚空 也是一脸震惊的样子 显然不会是夜虚空 难道会是夜虚文不成 想到这里 众人对于这个指纹齐名 不见其人的夜虚文 更加的好奇了起来 她居然能和丽雅搭上关系 谁不知道丽雅天生清冷 等闲之人 根本不会和她说话 连夜家之人都有点争了 这真是峰回路转 谁都没有想到 居然演变成这样子 夜虚文居然还认识丽雅 即便是对于他们来说 丽雅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存在 几乎和海地是一个概念 丽雅真正出手 也确实验证了 关于她实力远胜一般天人静的 高手的事实 丽雅只是对着夜家诸人 微微一笑 随即转身对着于雅霜 冰冷的说道 我刚才听说 你不打算放过我大哥哥 你要夜虚空下跪道歉 你凭什么这么嚣张 他和镇宇兄一起消失 我只是想问出镇宇兄的下落而已 这个时候 丽雅霜并没有了刚才的那种信心 但是事已至此 还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 我大哥哥和她一起消失 我还没找她的麻烦 你们竟然敢来找夜家的麻烦 看起来胆子很大 多年不见 丽雅也早就消了当初那种怯怯的模样 变得更加杀法果断 我给你一个选择 要么下跪 等待我大哥哥回来发落 要么我打断你的腿 然后向大哥哥赔罪 你想选哪一个 众人都感觉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杀气 所有人都能感觉到 丽雅绝对是能够说到做到的 就像是与雅霜动了丽雅 什么逆琳一般 杀气凛然 丽雅 你不要欺人太甚 与雅霜顿时勃然大怒 自觉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她可以强迫夜虚空下跪 哪怕她是神之子 那是因为她是天人静 而夜虚空仅仅只是半部天人静 但是丽雅也不过是天人静而已 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她身为天人静级别的高手 在各自的势力之中已经是一方高手 现在居然要被人如此威胁 这简直比杀了她都难受 就算这个人是丽雅 也不行 欺人太甚 还有比你刚才更欺人太甚的吗 你不过是仗着修为 比他们先进一步天人静 就想针对她 更是要口口声声将夜家灭族 现在我的修为在你之上 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丽雅语气加重 神色更加的冰冷 犹如能低出冰来一般 丽雅 你处处维护夜家 你和夜家到底有什么关系 与雅双历声喝道 那你和王家又是什么关系 丽雅嘴角一挑 似笑非笑一般 丽雅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不管怎么说 与雅双也是我海族的高手 岂能向人族舞者下跪 这时候一尊海族天人静高手 站出来说道 顿时人族高手之中一阵骚动 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他们人族的高手 就天生应该下跪不成 滚 有多远滚多远 丽雅展现出了强势的一面 叶谦谦远远看着 竟然隐隐有叶西文的影子在其中 不由的感慨 真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两人虽然无师徒之名 但是却是有师徒之实 这就完全看得出来了 海族 好大的名头 想凭借海族吓住我吗 丽雅冷笑着说道 不过都是一些土鸡娃狗之辈 全部杀了又如何 海族诸多高手 纷纷脸色大变 面对乾隆榜排名前十的丽雅 他们心中没有一个有底气的 都怕他突下杀手 怎么 刚才不是还威风凛凛吗 丽雅冷冷的说道 现在怎么软了 欺软怕硬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丽雅直接出手 素白的手掌当空直接拍落了下来 无数的星光在她的手掌之上凝聚而成 一条条星光凝聚成了一个牢笼一般 直接朝着于雅霜笼罩了下去 千星霸掌 这一门掌法在丽雅的手上 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所有人都甚至来不及反应 没有想到丽雅居然出手了 连于雅霜自己也只来得及稍微防御 但是瞬间就被星光牢笼给震碎了 直接轰击到了她的身上 喷 与雅霜当场被直接轰飞了出去 身体差点就直接四分五裂的在半空中炸开了 这个时候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形成漫天血雾 众人浸若寒蝉 同样都是天人静的高手 都是右声带的顶尖高手 但是交手的结果却是诚心如此两极分化的成果 但是在与雅霜即将撞到地上的时候 丽雅大手当空一抓 却见与雅霜身形犹如是被磁铁吸住了一般 当场直接再度飞了起来 虚空之中一根能量的棍子成形 直接朝着与雅霜的双腿砸去 丽雅居然要真的兑现自己的诺言 她不下跪就打断她的腿让她下跪 大哥哥虽然不在这里 但是她的名字 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侮辱的 丽雅神情冰冷 叶西文是她心中的逆临 任何人想要触动她的逆临 她都会疯狂 够了 这时候又是一声冷喝 一只大手朝着虚空一抓 直接抓断了丽雅德真元 与雅霜也得拖大难 立刻挣扎着朝旁边逃去 刚才那一幕 简直太惊险了 差一点她的双腿就要被打断 那样的话 她还能有什么脸面去见人 她这个时候感激的看向了海地 因为刚才正是海地出手了 在关键时刻将她给救了下来 海地覆手而立 神话都没有说 似乎对于刚才的行动 不欲解释一般 丽雅停止 看向海地 说道 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我说够了 这是一场闹剧吗 海地冷声说道 闹剧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闹剧吗 丽雅冷笑一声说道 是又如何 海地根本不屑于去解释 丽雅冷冷看着海地 这本身就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你插手实在是不合适 海地说道 与雅霜也趁着这个时候恢复了伤势 毕竟也是一尊天人静的高手 虽然刚才被丽雅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到那时这并不代表 她一点实力都没有 只能说丽雅太强 那你插手就合适吗 丽雅说道 难道还想再交手一次 丽雅嘴角有几分若隐若现的笑容 有几分不屑 众人惊觉 难道丽雅和海地在之前已经交手过一次了不成 但是众人在看海地的神情 没有丝毫变化 但是她不说话本身就已经是说明了问题的所在 而且更让众人吃惊的是 如果海地和丽雅的战斗占据上风的话 便也不会如此 海地没有出言反驳 显然也并没有占据压倒性的上风 这点倒是让众人好生意外 在众人看来 即便同样都是前十名 但是其中前三名应该也是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的 而在这其中 海地又是出了名的强势 号称有君王之才 至向居然所以要一同海族 至霸天下 这样的人自然是无比桀骜不驯的 现在竟然什么话都没说 本身就是说明了问题 哼 海地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丽雅 然后说道 这一次没有清虚在 尽管再战一场又如何 丽雅笑笑 有几分意味难明 什么都没有说 叶家难道就没有人了吗 只能脱避于他人羽翼之下 这个时候由海地撑腰 厉害顿时大胆了起来 连忙高声说道 叶家诸人顿时怒火中烧 他们实力自然不必说 但是只要没有跨过天人境 在这个时候 就根本没有任何的话语权 即便面对这么明显的侮辱 也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反驳 谁说我叶家没有人了 这个时候一声清冷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